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年轻的时候一餐是不是能吃三大碗呢? 现在年纪大了 是不是像我一样只能吃一碗 还是有的时候半碗都咸多呢? 如果只能吃半碗一碗 那我们是否应该吃得更好 还是更马虎呢? 年轻的时候我们吃三碗的食物 就算质量不怎么好 可是年轻吸收能力强 或许我们所吃的两碗三碗 我们可以吸取一半的营养 那吸取一半的营养 就是我们就足够了一整天的体力 可是现在老年人吸收能力差得多 或许我们吃的一碗 只能收取一半的营养 若我们只吃半碗呢? 那我们能吸收的营养 是不是少之又少? 会不会因此而造成老年人更贫乏 更退化 衰老得更快呢? 是的 没错没错 我们常听人说 老来要吃的清淡 避免大油大腻 但是清淡 不表示 就随便马虎贫乏的来吃 许多研究显示 老年人 更需要补充蛋白质 趁我们的钙质 铁质等等还没有流失之后 现在我们赶快 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好好的吸取足够的营养 存够老年的本钱吧 请问你觉得 老年人 还有什么营养 应该好好地保存呢? 在留言区 跟我一起分享好吗? 那我们在 存营养二 我们再谈